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成 快點快點 觀眾朋友有沒有聞到一點氣息 那個經濟景氣已經要回來了 不要再亂談了 趕快抓住這個機會 遊戲已經接近年底了 我們現在所有的資訊 是為了來年新的一年做準備 要衝啊 真的要轉運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找幾位投資專家 大家告訴我們 他們的錢是怎麼賺回來的 有沒有逃漏稅 節稅 他很像我們投資密法 你怎麼說這樣 好 來 歡迎我們的財經專家 阮木華 阮董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景氣回春了 景氣真的回春了 真的喔 這集的氣氛怎麼好像過年特別久 財經專家我們的徐啟智 徐董 好棒耶 我們先賺到錢才能投漏稅 今天交賺錢 先賺到錢 對啦 他提到我們的投漏稅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財經專家 盧彥麗 盧董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合法結稅 我絕對沒有投漏稅 而且我同學在國稅局上班 所以我不可能投漏稅 聽說你也是從公司那個小妹 端茶倒水到現在變董事長這樣 因為我打工有幾年 從國中畢業就開始打工 然後真的 洗碗妹 然後去酒店打過工 然後賣過報紙 也有去酒店打過工 對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以我的外貌身材長相 這個公主是不太可能 我就負責端盤子這樣 所以她雖然有去酒店打過工 但是屬於全身而退的 沒有你要落去的 沒有你要落去的 也很難你要落去的 來 歡迎我們的莉莉老師 來 首先歡迎薇薇安老師 來 薇薇安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 超沙的黃有甫老師 大家好 好 來 歡迎艾菲爾老師 大家好 我是艾菲爾 好的 來 真的能夠成為財經專家 不用餵錢煩惱 這中間的過程 一定有一番奮鬥 我們請到三位 這個荷包滿滿的達人 當然他們其實也都做過小弟 做過小妹 我們大家都一樣 都是走過來的 至於他們是怎麼樣賺到錢 我們今天來聊一聊 對不對 大家都做得到 來 木華 軟董 你在年輕的時候 也曾經做過融資投資股票 然後賠了好幾百萬 累積了多年之後 你投資的訣竅是什麼 今天基本上是 重新傷口上撒鹽巴就對了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的 這個歸零 然後重新出發 對不對 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會變有錢 或者變現投資專家 也不是說一下就變過來 都是有過程的 其實不敢講說變有錢 剛剛篤林講說 投資專家 不需要為錢煩惱 其實投資專家 為錢才煩惱 因為你每天都要開始去思考 你的資產怎麼規劃 對不對 如果你不思考 我跟各位報告是不會有錢的 所以有很多人他錢放在那邊 他永遠不動 現在利率那麼低 不到1%怎麼會有錢呢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要為錢煩惱 但重點是 你要好好的煩惱 怎麼規劃他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不懂 剛剛燕麗講說 到酒店打工 我們哪個人沒打過工 對不對 英雄不怕出生地 我曾經還當過攝影助理 還不是攝影大哥的 攝影助理拍諸葛亮 以前有講過 你當過攝助的 攝助有希望 我們還沒有機會碰ENG 我們是幫攝影大哥提ENG的好嗎 那你當攝助的時候 你有給自己去學習什麼 或者成長什麼 有啊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幫攝影大哥提ENG 因為那時候就三台 華視中視台視 那攝影大哥全部都是 三台的老攝影 那我們就是剛出學校畢業 就幫他們提攝影機 然後就是在光啟社 鏡棚 拍豬哥亮 餐廳秀 豬大哥以前是我們的大哥 那你自己有沒有一面當這個攝助的時候 然後一面看書啊 有啊 後來就出國讀書嘛 因為那時候是學校畢業當完兵 只見了一個空窗期 反正說想說去歷練一下 薪水一萬五千塊啊 我人生第一份工作薪水一萬五 是是是 唉唷 出聲好低喔 是 還好 但是我要講 你只要 你只要不斷的要這個 增長自己 你就有機會上來 你不要停留在原地 好 那這個 剛剛談到投資嘛 那麼年輕的時候 哪有什麼錢投資 我記得有第一桶金 存到一百萬之後 結完婚存到一百萬之後 就開始想說 唉唷 那一百萬 能幹嘛呢 對不對 買房子也買不到嘛 對不對 你那個一百萬怎麼存的 我一百萬就是 我當兵的時候就存一點錢 當兵存完錢之後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出國前第一份工作 也存了一些錢嘛 所以才一萬五千塊錢 然後回國之後 我進一家貿易公司上班 那時候薪水就到快三萬了嘛 開始存錢 我每天坐公車啊 上下班就是 坐公車然後吃便當啊 很省 很省 對 然後再加上結婚禮金 喔 結婚禮金 好幾十萬 所以湊了一百萬 想說 唉 結婚了有一百萬 人家不是講說 男生運氣最好就是 娶婆錢 對不對 然後正好生了 第一個小朋友 因為結婚一年多就生了小朋友 想說哇 現在運氣應該很好 就買股票 想說股票應該是 最容易致富的捷徑吧 而且翻身這樣子 那時候 真的我跟你講公公啊 什麼都不懂 股票基本面 什麼是基本面不懂 什麼是本益比 什麼是股價淨值比 什麼都不懂 然後呢 也不懂什麼是 叫技術分析什麼 那時候 幾十年前哪有技術分析啊 那時候就買財訊快報 一份四十塊 很貴咧 財訊快報 那個傍晚的時候 7它就有財訊快報 你們以前是不是還要自己 自己在畫那個圖表 對 就是買財訊快報上面有那個圖 你就不用畫了 對 那我就隨便看一張股票 我想說到7-7去買財訊快報 那要買瓶飲料 飲料 飲料就泰山嘛 泰山 泰山不是做飲料嗎 對不對 7-7不是有泰山的飲料 我想說 泰山放7-7飲料應該很夯吧 那就看到泰山的走勢啊 好像可以買 就買了 第一次買股票喔 開完戶喔 開完戶 第一次買股票買泰山喔 你知道結果怎麼樣 第二天居然漲停板 唉唷 好棒喔 我想 不敢想想 哇 怎麼瞬間一天我就賺7%了 所以有會跟的人就是這樣子 我們請三位有會跟的 就是賺錢答案 就是你看郭靖淳今天這個pose 或者他的服裝造型 你可以看到哪一檔的影子 這個名牌 塗牙肚子 你可以想到是 這可能會想到紡織股裡面 紡織股蠻多的 猜一猜 有什麼如虹俱養猜一猜 大型層的一種 有可能 泰魯閣好像 泰魯閣 大魯閣 你就是買不對喔 沒有啦 以前人家 以前人家 以前人家就叫大魯麵 就買泰山 第一次買股票就轉停板 覺得說股票怎麼那麼好賺那麼容易 然後就一路陷下去嘛 就越陷越深 陷下去 到最後開始 你覺得你的手上錢不夠怎麼辦 融資交易啊 就借錢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開個融資戶對不對 自己開融資戶還不夠 叫媽媽也開 叫爸爸也開 叫弟弟哥哥也開 因為你這樣子開了之後 你才能運用人家的融資額度啊 因為你自己不夠啊 所以就這樣玩啊 玩到後來股市崩盤 股市崩盤 我記得那一天 我所有股票停損嘛 因為融資 你先等一下 全家人都幫你一起來融 所以你曾經應該有嘗過甜頭啊 有啊 那甜頭在最高的時候是多少 刷毛真心驚啊 就100萬啊賺到500萬啊 哇 我就覺得做股票怎麼那麼容易 這麼容易 大概三年的時間 100萬賺到500萬 100萬賺到500萬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沒有脾氣變壞啊 人變驕傲啊 應該不會吧 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說 怎麼會有錢這麼好賺啊 就是說股票一定要好好研究啦 就後來開始從不懂嘛 因為開始賺錢 我就去買了一個盤後軟體 你知道嗎 那時候 很貴喔 一份40塊的 財訊 不看財訊快報 因為財訊快報太那個 太賣了吧 太簡單了 因為它圖表太簡單 太淺了 我就記得我去買盤後軟體 買了一個軟體 那個軟體 光訂閱費 一年的訂閱費要10萬塊 差不多啊 這麼高幾 10幾年前啊 10萬塊啊 然後呢 每個月還要傳輸費 傳輸費 然後我們每天就是 下重本 因為那時候就12點收盤 12點收盤 我們就下午的必定功課 就是什麼 上網 就是連接Modern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連接Modern 然後接收訊息 哇它跑很久喔 跑個這個 一兩個鐘頭才跑所有資訊 然後我每天花至少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喔 研究股票 就是那個盤後軟體 就是伴隨我兩個鐘頭 每天晚上至少兩個鐘頭 把所有股票全部看一遍 然後說什麼技術分析 KD值 RSI 哪一檔股票可以買進 就這樣從100萬賺到500萬 好 到了500萬囉 有聽到500萬 觀眾朋友 人家坐在家裡那邊 唉聲嘆氣 那個能量跟磁場很低 觀察一下自己的身體 有的時候那個賺錢的訊息要來 趙光明要附身了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馬上會回來 新進廣告馬上回來